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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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众不知国产材 专业师傅凋零 反映台湾林木产业没落酒精 几乎占不到0.5% 有99.5%是从国外进口 与林国相较 韩国10% 日本30% 台湾木材自给率明显偏低 但这对民众生活有影响吗 2018年2月底 量饭店传出 卫生池即将大涨 导致民众疯狂抢购事件 恰好曝露出 国内是将纸片9成9仰来进口 缺乏市场主导权 极度追随国外价格的困局 这正是林木业隐忧 产地自销 这是已经世界的趋势了 你现在不产地自销 不提高我们的木材的自给率 谁给你啊 对不对 等人家不给你的时候 你没有东西可以用啊 其实台湾森林覆盖率高达60% 为世界均值两倍 但为何看得到森林 却产不出木材呢 1912年日治时期 阿里山森林火车奔驰 揭开日本人植入台湾中高海拔山区 砍发珍贵树种畜牧 环保人士统计 50年期间 光是文献有记载的砍发数量 就高达2596万立方公尺 是目前台湾年产量的649倍 砍发后的林地种植日本柳山 台湾光复政府持续借由天然林资源 以林养农 以农养工 并且厚职外汇 期间也推出林项变更等经济造林政策 但迟到1980年代末 环保意识抬头 街头抗争兴起 政府才终于宣布禁令 台湾是在1989年禁发快木林 1991年禁发天然林 这段时间 那大约80年左右 我把它定位说 这个叫做台湾的大伐木时代 没想到原本只是禁发快木林天然林 却成为林业停滞的原因之一 那时候公务人员有一种比较保守的心态 因为环保团体有抗争 有压力 其实那一部分的话 公务就会比较有保守的去发展人工林产业 所以说那时候会有一些料源的一个短缺 再加上林牧业中下游工厂逐渐外移至东南亚 国内产业链微缩 近30年来 上游的小型玲珑生计易受影响 玲珑江瑞宏在南投县信义乡木瓜坑 乘租三公顷土地 种植香樟孝南树 却很担心 二三十年之后 树木收获能否卖得出去 市场前景不明 江瑞宏只好在合法范围内 使用林地种植蔬菜 他花费更多心力时间 经营日常生计 只是人工林若少了书发 更长不好 生态健康打折扣 林地里密密麻麻的柳山 大部分树干细瘦 树径长不宽 树木为争夺阳光 静香长高 它树是弱 那它的生长态势就差 那生长态势差 它过弹能力就变差 生长树是比较弱的 这些树把它给树伐掉 然后留更大的空间 给树是长好的树 继续生长 适当面积的伐财 不但有助于森林的健康 还有树木的生长 更可以促进生物的多样性 台湾可提供生产的人工林 占森林总面积12.3% 27万公顷 如何在保护环境 产业发展与民众生计之间 善用资源用对方法 是重启林业的重要思考 为了提振台湾国产林木产业 林物局在2017年宣布启动国产材原联 支持国产材产业复兴与推广 台湾27万公顷的经济引领 正是重启林业的基础 要支持台湾木材 记得认明这个国产材的识别标章 国产的材好不仅减少 进口木材跨海长城运输 制造的碳足机 也避免使用来自其他国家 砍伐的原始林 不过台湾木材生产的成本较高 低价的进口材 很容易就可以抢占市场 台湾木材不敌进口木材 若要提振国产材的使用率 在政策产业与民众认知之间 该怎么做又有哪些挑战呢 像这个最大的九胜山 你会踩两尺宿的才短的 台大实验龄实习工厂礼 制裁师傅陈毅龙 精算如何切割原木 才能发挥最大利用率 50年专业考量不止成本 还有对资源的珍惜 能利用的话 我们尽量有利用 不要浪费掉 比如说这支原木有食材来讲 我能够系到八材九材 看不懂的人 搞不好系个五六材就没有 没办法系 台湾森林面积够大 陈毅龙却舍不得浪费木料 或许和地理环境有关 清晨六点 台拔1200公尺的新竹县 古风香额攻济山 云屋间大型林业合作社展开集材作业 台湾许多林场地处陡峭 产业发展先天备受屏战 我们在国内的 大概都是在高山的地方 有一些地方道路又到不了 我们不能去做一些开发的行为 比如说开路 所以我们发木的成本 一定会比国外的成本还要高很多 梁国欣揭发四公顷柳山 光是运材就得雇请一百趟铁牛车 国内林业发木运输代价高 而且全台树种多元 品质产量不易掌控 这批木头砍完之后 它换下一批木头去做砍发的话 可能树种不一样 而且尺寸又不一样 可是像国外你去订货的话 它会做货柜来台湾 就是按时间来应付你 产量少 成本高 国产木材价格有可能比进口品高 30%以上竞争吃力 不过林物局努力帮现有 20多万公顷云地找出路 并提升未来原木品质 2018年推出林业永续多元辅导方案 营林面积30公顷以上玲珑 可增列抒发 抚育 生产设备 标章认证等多项补助 业界肯定 45年之后 人物所长大了 然后它物所的材质它成熟了 我们才把它收购下来再使用 然而30公顷林地以下 小型玲珑不适用此方案 未来林物局将辅导成立 林业合作社 集结小农 资源整合 是下一阶段挑战 但是政府借由经费补助提振产业 环保人士杨国珍教授 有不同看法 这要靠的嘛 靠造林奖励的补助 所以我们整个造林 整个运作 号称叫做经济林 但它实际上是没有办法 跟我们所有的投入的钱 跟收获来做比较的 杨国珍认为 相关单位以更长远眼光 选对树种 种对土地 才不会浪费资源 我们的扩业树不好 要用种正业树 结果正业树不好 要种扩业树 那你要种什么样的树 你30年真的可以再利用 无论是经费补助或是势力势重 最后都得回应市场对量的需求 这其中又以包装建材家具为大宗 但台湾现阶段 产业代薪又需顾及环保 放大量恐怕利有未待 那么提升值可行吗 选择一些比较适当在这个地方 可以栽种的一些本土树种 来进行栽植 然后希望有一天 这个本土树种长大之后 我们可以完全取代这些柳山林 种海拔常见的柳山 平均每公顷蓄积量居人工真业林型最高 达388.9立方公尺 然而日治时期引进的外来树种 台湾松鼠喜欢啃咬 部分品质较难掌握 台大实习工厂以高科技设备 帮木材制作精密分等数据 并加工强化成为建筑结构体 为国产材开辟心路 只是生产成本人高 其实台湾除了块木 扁薄等珍贵树种 人造林像是啸南 曲木 桃花心木 光蜡树 也是常见的建材家具用料 尤其全球唯一以台湾命名的台湾山 盛具独特性 它的颜色也有粉红色的 也有红色的 也有黄色的 它是比较不会变形的一个 家具制作的很好的一种木材 然而台湾山 啸南成长速率较慢 50年以上才收获 从事林热需要远见 不管是在边坡 或者是在缓坡的林地上面 柱头在腐烂之前 它还是具有水土保持的功能 为了顾及生产和水土保持 业者花费更高成本 取得FSC国际认证 换成土石或者是老鼠 2019年台北国际建材展 林物局粉砖小编 与台大实验林场主管 手机直播推广优质国产材 它把不同的材质 把它做成整个的桌子 这个真的非常惊讶 但是我们有一种从阳心里 都是进口来的 它不知道台湾有这么多好东西 台湾木材价格不低 倘若诉求在地价值 或许有助推广 在地性增产 那就会比起就是用海域空域 这些来的环保 那未来可能坏了之后 也是做一个循环 这一个飞汽鱼的利用 它的林地经营很好的话 它也可以提供野生动物的 一些栖息的一个环境 它森林经营的好的话 其实一些烂砍 烂发不见了 它是其实可以 可以维持它的一个水后保持 种树营林是百年事业 急需政府产业与民间投入 顾及环境并突破量与值的限制 但正向改变 需要努力更仰赖 长久坚持 大海探索周报 我们长期关心山活地超限利用的状况 种植果树 茶树和高山蔬菜 在我们的山区非常常见 因为比起造林 耕种这些短期作物的获利来得更高 能不能兼顾民众生计 又可以维持原有的生态 政府从2019年开始推动林下经济 林地不再只是作为林木的生产 所有林地与租地造林的林农 都可以在林地下种植经济作物 第一阶段开放生起的是 段木香菇 木耳 金线莲和林下养风 而咖啡与山茶是第二阶段开放项目 这种混浓的林业 让林农不用砍树也可以赚钱 顺着产业道路蜿蜒而上 新北市双溪区树崎点山 45公顷林地 是吕崇伟紫城复制的造林基地 多年前他开始在林下种植段木香菇 山间雾气浑然天成 日夜温差大 香菇品质超越平地 像这个就很漂亮 厚度又够 吕崇伟的香菇干燥之后 每台金可卖一千六至两千元 是平地太空包香菇的一点六至二倍 林下经济前景看好 林物局2019年着手推动 适地发展林下经济政策 现阶段开放段木香菇籍木耳 台湾金线莲和森林蜂蜜 还没到收获期之前 可以获得部分的收入来贴补他的家用 这样他才可以维持森林的林地的营用 2018年开始 林物局先失败 与苗一县南庄乡蓬莱村 赛夏族部落居民养殖森林蜂 大概只有15哦 哇 可是好香哦 摸索9个月 民众掌握蜜蜂生态习性 并懂得防范虎头蜂攻击 2019年6月 首次产出十几斤 水分含量20%以下的森林蜂蜜 价值20多万元 也因为林下经济的产业 让我们团结看到了希望和未来 林下经济正夯 未来无论是养蜂 种植段木香菇 木头皆不可或缺 但来源和花费 值得被关注 这就金刚粒了 这种比较硬 酸性质的那个木头 它比较适合 金刚粒 南木 石斗树 段木整齐排列 它们都取自铝虫 为自有林地 它造临36年 木头来源不予匮乏 不过早期却经常引来林蜂局高度关切 它怕说我们会不会踩到林蜂局的那个林响 小龙来讲 它因为它林响不够 它早期可能会往林蜂局的那个造林地里面 去竖划一些可以做段木 使用的木头 木料成本多高呢 以一千坪为例 第一次种香菇需20顿段木 大约16万元 对小型玲珑来说 花费不算低 难怪林蜂局担心 倒发的可能性 这也是许多民众对重启林业的顾虑 这根是什么木头 台湾每年取缔倒发案数量 2011年曾达到370件的高峰 价值数亿人珍贵林木就死消失 林下经济或许不需珍贵树种 但防范未来类似事件 杜绝合法掩护非法仍所重要 1959年八溪水灾 1963年葛勒里台风 1996年恶博风灾 共1460人死亡失踪 经济损失350亿亿人 惨痛教训让政府意识到 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启动日后全民造领政策 然而台湾昔日 另类的零下经济 后座力不小 人工林业赚不了钱 所以很多地方林农 可能就把树砍一砍 然后就种茶 种槟榔 或者说就是改种其他的那些 就是短期的作物来赚钱 李更正指出 全台原本应该是林地 却被农田覆盖的所面积 约52,854公顷 取缔困难 2019年升级版林下经济 不能历史重演 三种类型都是在林间摆放设施 它如果是有任何违规 不同的一个 我们马上就可以来做处理 透过这种比较容易去改正的一些形态 我们先去测试我们整套的一个法制设计 是否符合现场执行上的需求 如果不符合的话 我们可以马上的去改正 主管机关小心翼翼 避免重启林业反而伤害林地 生产与生态需相互成就 所以我就说 其实呢 我们朝向所谓的有机生态的发展 它不是说只有蜜蜂 部落长老根治优 卖了一位游客解说生态与文化 再连结是森林副产品回响热烈 经济活动有机会启动正向循环 他们现在已经改到说 我为了要养蜜蜂 我为了这片生态的好 我是可能把那个冠型农法取代掉 森林的植物像跟生物多样性是非常多的 所以在饲养森林上是一个挑战 我们的年轻人一定要传承 要知道我们的那个怎么养法 怎么要说 这个算是我们的文化 台湾森林百年来命运波折 让产业发展蒙上阴影 若推动经济同时 也借此从拾人们对生态与法治的信心 或许深具加分效果 台湾林业的开端可以从清末巡抚流民船 在台设伐木局开始说起 开发具有经济价值的张目 但大规模的伐木始于日治时期 原始林木遭到大量的开采 写下台湾山林的杯葛 直到1991年才正式进入尾声 台湾林业开始走向保育与永续经营的方向 但原始林地几乎砍伐带颈 台湾民众也自此对林地开发 存在不少负面的印象 如今重启林业 我们也要记取过往 烂肯山林的经验 合理合法的开发 不要忘了与环境永续共存 大爱探索周报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